大家好我是K小編 不知道大家三倍券都領了沒 應該都領了吧 現在還沒有領的話 欸應該就領不到了 我自己還是要跟大家抱怨一件事 就是呢 三倍券不是有分什麼實體跟信用卡嗎 我想說我身為就是一個新時代的女性 我當然是要用什麼就是虛擬的啊 只要用什麼實體啊聽起來很偶說 然後呢我就快速的再一次 他可以綁定每天就是加入那個 就是銀行綁定的功能 這訊息就是說你可以先是綁定之後 他就可能就是前每月一萬名 或者是十萬名 就可以獲得就是大概百分之百回 回到不是三千塊可以變成六千塊嗎 聽起來就很多 那我就太棒了 在我綁完的瞬間呢 你就得到的那訊息就是 就是他每比前十萬名可以得到這個優惠 但是我綁完的時候我已經是大概第五十萬名了 你知道這很過分嗎 他應該要早點跟我講啊 這樣我就不用綁念 我就要去拿實體的啊 先放下我的怒火 三倍券還沒有花完的話呢 我可以推薦大家一個於事無補的選項 因為這個就是離三千塊蠻任的 你還是要花蠻多 補蠻多錢之後 你就是才可以就是入手接一個包包 那如果你要補很多錢的話呢 你就不會覺得就是沒有領到這些優惠 很XX 所以呢今天就推薦大家 就是包包界的天王LV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是今天這個LV的圖案 跟以前熟悉的樣子好像有點不一樣 現在拿出來我們就是在這個單元 無數次登場的小包包 腋下包 這應該是就是 我旁邊這個圖案 它最原始的樣子 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樣子 它通常都是深咖啡色的那個底色 然後配上一個比較淺的T格色 然後它有就是比方說LV的縮寫啊 然後四半的小花共三種 組合了一個很經典的圖文 這個圖文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叫做Monogram Monogram它就是來自於 品牌的創辦人的兒子 對 喬治哥 1896年的時候 他親自設計 就是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 它首先出現是在 就是他們品牌的 最經典的心理箱上面出現 然後也是就是大概就是這個配色 然後這個花紋呢 就是多年來一直出現在我們生活中 我相信大家就是在路上 應該多少都有看過一兩次 破100萬次 而且它就是在前任的 創意總監的時代呢 它也曾經有跟很多藝術家聯名 比方說草間迷生啊 村上龍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個小花 跟圓點點 就是它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用這個最經典的圖文來做翻完 所以我覺得它在一般大眾的認知度 之間的認知度算是非常的高的一個圖案 可是它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呢 就這其實是我們這一季 就是現在它最新出的設計 它還是可以看到它原本經典的樣子就是這樣小小的在這種 就是肩背帶啊 就是滾邊的地方出現 但是它本體就是其實就是放的超大 我剛剛就是目測應該是至少八倍吧 應該就是怕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就是老花然後看不清楚 所以就是放的 非常大 讓你不怕你不知道 Vubase LV 有沒有這種感覺 然後呢 它這個圖案其實也不是就是單純放大 你可以看到出來它中間還是加了很多東西 然後這些靈感其實是來自於 1980年代的一些就是比較藝術 街頭藝術的東西 like街頭塗鴉 或者是我來看一下小超 它有一個東西我聽不懂 叫做新表現主義 這應該就是某一種藝術風格吧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Google 因為我剛剛也是Google 就是用這兩種就是在1980年代比較流行的 藝術風格 然後做改造就是這個經典的Monogram 所以呢它就是既然我們剛剛說塗鴉 塗鴉也不是只有一個顏色 它其實是有很多顏色就是不同樣子組成的 所以它就是在這個之中呢 它也有些有加入一些不同的顏色點綴 然後現在又比較快要接近秋天 所以它就是用一些 反正就是這種比較大地色調的東西來做點綴 那其實呢就是它這個就是不一樣的Monogram 它有一個就是自己的名字 它叫做Crafty Crafty這個系列總共出了四款不同的包包 就是除了我們今天就是這邊這兩款之外 它還有一個圓形的圓形的小包包 近年就是非常流行就是小包包 跟超大的超大的那個托特包 就這一款也是就是這幾年就是很流行 反正就現在大家都很極端啦 要嘛就超小要嘛就超大 那我們今天就是走中中之道 然後兩個就是比較大小的市中來 就是一個是Never Fall P型的這種尖背包跟我小 手上這個比較小的水桶包 我現在來仔細就是看一下 因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們兩人 它裡面有一個比較硬挺的夾層 我覺得它這個夾層做的滿好的 因為它的這個包包 大家可以看出它外皮是就是牛皮嘛 然後內裡它是做成比較雞皮 那種比較柔軟的感覺 可是它就是中間的隔層這邊呢 它就是又有做有做一個小隔間 然後本身也是有多一個口袋 它除了就是可以把它這個水桶的形狀 撐得很挺之外呢 就是它本身的那個收納也可以看起來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內側也有在多做那個印花的圖案 讓它整體就是看起來滿精緻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超大的 DF同樣它就是背帶的地方跟 它還有這個P格滾邊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精品就是這種地方很細緻 它就是在邊邊的地方也幫你用那個 同樣的P格就是做裝飾 它其實裡面還附一個這個小的 一些比較就是難找的小東西 放在這種小袋子裡面 它也是一樣的圖案 它內裡就是同樣是用這個經典的Monogram做 而且它就是這些金屬扣啊 其實它都有很仔細的打上Louis Vuitton 讓你知道你錢花在哪裡的感覺 我跟你講接下來就是我個人期待最久的就是試杯時間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立刻來做 來把這個包包直接背回家 現在先從 先從這個小的開始好了 因為它這個皮現在很新所以它還滿硬的 所以不是很適合把它拉太短 但你可以用手拿 除了用手拿之外當然就是用肩膀背 可是這個大小就是滿適合 做所有事情的我覺得滿好的 所以就是等一下應該就是以這個為主的 下手帶回家有沒有 然後因為它顏色又滿亮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是隨便亂穿 穿著樸素的時候呢 讓你就是整個搭配看起來很有亮點 除了它之外呢我看這個大的 大的這個我覺得也很棒欸 就是因為它的那個尺寸很立體 這真的就是想背什麼就背什麼 我覺得就基本上等一下要去海邊玩的話呢 就是帶這個應該也就是非常的足夠 連那個叫什麼拖鞋還有海灘精什麼什麼 我們應該都可以放進去 應該不用再裝給大家看了吧 有什麼好裝的對不對 就是超大超大 現在已經很少包包做這麼大了 等下下次如果它拿那個巨大拖特包款來的話 我們就再來試試看 是不是可以就是連 我不知道 微波爐都裝了進去 今天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我等一下先把包包背走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